大家好,我是抄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商业版炸油条配方 比例精确到刻 不要大家一分钱 只要求大家看完以后给抄子点个赞 用这种方法炸的油条 各个空心,蓬松轩 放凉了以后也不会硬 新手一看也能学会 首先盆中放入普通面粉1000克 泡多元20克 蓬松剂10克 双小泡打粉10克 小苏打4克 很多新手朋友不认识这些粉面 我会以图片的形式打在视频的后方 将所有的东西彻底搅拌均匀 接下来盆中加入520克冷水 放入10克盐 13克白糖 50克玉米油 也可以用其他植物油来代替 单手打入两个鸡蛋 用筷子彻底搅拌均匀 然后少量多次的倒入面粉中搅成面絮 我这个炸油条的方子比例真是有效 想创业的小伙伴可以收藏一下 而且做法我尽量讲的详细一点 希望大家都能耐心看完 风年过节的时候 也可以在家里面炸一锅 给家人们露一手 我前面说的一些调料都很容易买到 而且也不贵 接下来是很关键的一点 活油条面 不要揉面 要用手踹面 采用边踹边叠的手法 如果揉面的话 面会有筋性 做出来油条吃着发硬 这些都是一些小细节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两三分钟左右 直到盆中没有干面粉就可以了 然后往面上拍少许油 这一步可以防止风干 盖开盖子 醒15分钟左右 活油条面 最好三醒三踹 15分钟以后掀开盖子 这时候的面已经蓬重渲软了 然后再简单踹两下 边踹边叠加 感觉面团有筋性了 然后再擦少许油 再盖上盖子醒发 一次不要踹太久 踹太久的话 面会有筋性 炸出来的油条不渲软 吃着发硬 油条面经过三醒三踹以后 分成大小均匀的四等份 搓成长条 擦少许油 放到保鲜袋中 醒发四个小时左右 如果冬天天气冷 可以放到冰箱冷藏一晚上 可以晚上把面和好 第二天早起直接炸着吃 我们这的温度现在是25度左右 我常温醒发了五个小时 这个是醒发好的面团 胖嘟嘟的非常可爱 接下来我们炸制 案板上放少许面粉 醒好的面团沾上面粉 防止粘手 把面团拉成长条 用手轻轻的拍打 拍成长一点的厚片 再用擀面杖擀成薄片 擀好以后盖上保鲜膜 醒发一会儿 避免切条的时候回缩 利用这个时间起锅做宽油 把油温烧到六成热 180度左右 醒好的面片 切成两手指宽的长条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拿到的手法 不是直接切 两个手来回摆动 这样可以避免面片粘连变形 切好以后用筷子隔一个抹一点水 这样可以避免炸制的时候两个分开 把没有蘸水的面片和蘸水的面片叠加到一起 用筷子在中间压一下 大拇指和中指抓住面片的两端 轻轻地拉拉成长条 面片的两端不要捏得太紧 捏太紧的话炸的时候蓬不起来 炸油条的最佳油温是180度左右 油温太低蓬不起来 油温太高的话外属里生 吃着不健康 油条下锅以后飘起来 用筷子翻动 这个时候的油条就会变成小胖子 家庭小灶炸油条全常开中火 炸出炸透炸至表面金黄就可以了 记住全程一定要勤三半 这样油条才会碰得很大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这效果是不是不比买的差 虽然是山野配方 但是吃着很安全 因为它是无繁无缕的 用两斤面粉炸了20多根 够我家吃两三吨了 各个空心蓬松暄软 放凉了也不硬 如果感觉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大家给抄子点个赞 感谢您的支持点赞 再忙再累 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 拜拜